我昨天一样都变成了 可能人们的名字都不忘记了 我捕你多少礼拜 虽然你们以为我被人解除了 我现在又许读了 我们在联系的时候 我经常许愿你的国来 所以这个国等结都不明白 于是我们在那个等待当中 我们的心情有些脆弱 我们有些焦虑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求亦都不变得了 所以有时我们会放弃祈祷的神使 祈祷都不会留意 因为祈祷 他们说 你们睡觉的时候 你不可以经营 你一天就睡着了 他们就睡不着了 就是无许识的世界 但是 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的祈祷 我们的教徒的生活做了些什么 都不适合 所以如果我们祈祷的时候 感觉到很无奈 感觉到很软弱 感觉到都不知真是假的时候 他记得今天来哪里祈祷 我们 圣神会扶持我们的软弱 我们即使不知道 Micky很生气 但是我们透过圣神 你基督的身体是什么 圣神知道天主的心意 天主又知道圣神想求什么 这些想法 一拍即拍 所以我们在祈祷里面 即使有时候 感觉到真的很空虚 很无奈 很软弱的神 我们记得圣神和我们一起祈祷 在我们的忍仰之中 帮我们人知己 如何祈祷的神 圣神会帮助我们一起祈祷 因此我们 当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 我们就要保持这一份希望 即使我们是多么明弱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忌持 就像你们终于等到我们的忍仰 欢迎提醒我们的耶稣 就是说 在那个慶祈祷里面 即是那个 张鹏节 在人家的张鹏节里面 每一天 那个施制都会 在那个使劳安全 去拿一些水 去 在那个震盼里面 拿一次 最终的 就是最终的 就是最终的 就会撩住的 是一个祭祀 其实这个有少许 是一个头语的迷信 不过就是在这种怀景下 耶稣说 相信我的人 他的心 要流出江河 活水的江河 他说在经常所说 从他的心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那些学者 找了所有的信息 都找不到一个人 在哪里流出 他不知道他出来 有些比较伤人的事情 就是好像在盆石 盆石 那里打盆石出水 或者在圣诗书 讲到圣语的制行 右边 浓出水 就是在福智光环 大家听到圣诗书 那篇圆 圆圆 就是圣语 落出水 于是耶稣就是那个盆石 就是那个圣语 在圣语 那时候 从他的心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究竟是从哪里的心中 由信服的心中 流出活水的江河 我这样看 就比较伤人 但其实就是 由耶稣的心中 要浓出活水的江河 所以在十字架上 在他的辣诺 刺伤的辣诺里面 流出了血 和水 就是在那里 流出了活水的江河 就是在那里 耶稣得低头 呼出最后 会去交付他的神 交付他的神 交付他的神给谁呢 交付他的神给我们 所以到最后 耶稣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信他 由他的心中 会涌出活水的江河 因为活水的江河 当然就是说圣神 所以 在这个药华所说的 福童里面 这个圣神还没有刺下 耶稣还没有受到江河 因为耶稣还没有叮十字架 圣神就是你 现在耶稣叮十字架 他的老婆出了 他用水 他拿着 呼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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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圣神的词 就是叫了 破识耶稣 或是相信他 也会接受到这个圣神 由于我们的心中 因为耶稣的缘故 我们的心中 都会涌出活水 将圣神 带给他们周围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心中 应该是一个 他应该是一个 他应该是一个 我可以先说 我可以先说 他有些奇怪 我可以先说 是一个 冲军之后的一个先知 他先说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 他说天主对以色列人的惩罚 因为他准央对他们的惩罚 有些黄寵 你知道以前任天神 那些人在北区 说什么黄寵 天主在黄寵的惩罚 但惩罚之后 天主会派个因 一个因就是 天主的神 会给他所有的惩罚 于是 如果你觉得你年纪 你晚上发文 老人会发文 如果你整个年轻 就像李医生 或者三弟 那你就会有一个 神事 有一个vision 所以无论老年人也好 年轻人也好 今晚就更清楚 因 Yang men shall see visions All men shall dream dreams 想为老人家 夜晚发文 对你所困难在 希望你们两个人 对我们的仁慈 年轻人 的改造世界 这种理想 可以在此 这些圣神 不单止给那些私责人 不单止给那些国外 这些老婆 个个人都会得到 圣神 这个因子 这个因子就是 梅室曾经 讲过 天主的说 每一个人都成为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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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圣神光明的时候 在中文大事务第二章 有些人都成为先知 第二章 第二章 就会讲到这个 就是 每一个人 每一个地方 来的人 都会听过朋友的说话 这个语 各位都听得懂 为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 圣神的级 每个人都明白 但是世界上有什么言语 各个人都明白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明白你的言语 是什么人 十几十五种人 一种争论 争论 争论 无理什么争论 你说什么话 他一说出来 他骂你 你就知道 一层爱的言语 你和什么人都说出来 各个人都明白 实际不用说 说出来 好像一样 上个礼拜 这个母亲田 虽然你派产 你的感觉就有点 仇臭章 因为是派花 这个母亲田 他那个宋敏行判室 博古东雄 说 他不会来夺死 就是你一个产人 他说你这只招 这只招 就是说 这种语言 不需要用说话说出来 一个就是神 一个就是爱情 那就是我们领受到天主的神 我们要选择 哪一样呢 就是说 各个都明白的 神性的言语 我们要说 各个都明白的 爱情的说法 如果圣神 给我们的力量 去让天主的外来 的话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选择 他现在没有一个选择 在这里 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是一种感情的言语 对 对 对 就是